我們對蔡英雄是沒什麼興趣的 不過唯一一件事他提到的就是 開心香港,但是開心香港又不是說的 這幾年,或者以我自己親身的感覺 這十多年,香港人真的不像以前那麼開心 因為香港人不懂得搞到自己開心 因為你連博弈也不懂得開什麼心 不是開玩笑,不是得罪 所以他的離婚率是很高的 他們沒有看《愛經》的 你問一下有多少人懂得看《愛經》 看完《愛經》他又不敢說 他不一樣是鬼佬,鬼佬女人跟老婆聊 我們昨天怎麽搏東西呢,可以過癮 可以聊天,當是聊天,很濕碎的一件事 但是香港人未對到這個程度和文化 當是一個避忌的,不說的 變成你很少開心的